- 你們的蜜蜜學姐 - 你們的蜜蜜學姐 - 你們的蜜蜜學姐 推子漫畫近期的這幾話 可以說是陸續放大招 不但把雙子這麼多年以來的坑 給填上了 同時還透露了美妮子的過去 以及她和齊騰社長之間的愛情故事 那麼這一期 我們就來繼續揭秘推子裡的人物 看看身為最美人氣的美妮子 同時又是草莓娛樂的現任社長 加拿奎亞和露比的養母 她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 以及又有著怎樣的經歷 不過開始之前也別忘了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不錯過每期影片的更新 那麼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齊騰美妮子 又或者一尾鏡子 是草莓娛樂的前任社長 齊騰醫護的妻子 同時美妮子也是劇中為數不多的 和阿葵姐代表 在愛生下了孩子以後 美妮子便成為了雙子的保母 而從設定上來說 愛是醫護的養女 阿葵亞和露比 則是美妮子名義上的孩子 在愛去世了以後 醫護也失去了聯繫 忽奈之下 美妮子只好獨自接手事務所 並且還收養了露比和阿葵亞 事務所也因為愛這位台主的離世 導致原地小丁團體解散 並且轉戰到了網紅英雄 劇中對美妮子的描述十分的少 這個人物也塑造的比較扁平 看起來就像是個工具人 只是一開始有稍微提到過 美妮子會嫁給醫護 是因為希望成為社長夫人後 能有和小鮮肉接觸的機會 但她和醫護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又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老公的 這些都沒有提到 遲到漫畫的第125話 美妮子的種種經歷 終於浮出了水面 下一百二十四話中 釣魚老 也就是前任草莓娛樂的社長 醫護突然現身 並在一家居住屋內 碰到了美妮子 但醫護一看到美妮子 就立馬逃跑 而美妮子 也馬上就追了上去 並質問醫護 她當年對自己的承諾 到底算什麼 而且還對著醫護地懂 同時也開啟了美妮子 對過去的回憶 美妮子在上大學的時候 就來到了東京 並被東京的繁華深深地吸引住 從陪酒女開始 然後再到酒吧 高級俱樂部 不斷地在賺錢 慢慢地 這種跟像傻子一樣的有錢人 打交道的日子 變得習以為常 修練大學裡的男孩 在他的眼裡 都看起來像個孩子一樣 為了擁有更完美的形象 從美容到化妝 還有科技魚很多 這些美妮子都嘗試過 其實在第一化的時候 美妮子就是帶著玻尿酸出場的 只不過在動畫中 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之後美妮子接到了新他的名片 也做過模特 寫著偶像等等之類的工作 並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變換工作 讓自己不斷地往上爬 在金錢 海外貌方面 變得更強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美妮子也看到了自己的瓶頸 東京漂亮的女孩 有很多 美妮子也沒有什麼可以賴以生存的 雖然和高層人士交往的機會增加了 但那並不長久 而且自從她大學畢業以來 被老闆們邀請參加聚會的機會 也在不斷地減少 美妮子也只能自我安慰的錯 沒事的 那幫傢伙很快就會出軌的 就算和他們交往了 也不可能會有幸福的 但作為一個不再被人提及的港區女孩 她除了能給這些人多多介紹其他女孩以外 也無選擇 失去了立足之地的美妮子 甚至還被人詢問 能不能讓她來成為自己的情人 把她當成方便利用的棋子 但在某一次的糾紛中 是醫護解救了她 並且把美妮子招進了自己的公司 給她安排了一份幕後工作 一份支持她人夢想的工作 美妮子也藉此獲得了成就感 與此同時 醫護順勢向美妮子表白 問她是否願意從今往後支持自己的工作 接著醫護又向美妮子畫大餅 並向她保證 終有一天會讓她看到最耀眼的舞台 她們所有人的夢想 都會在巨蛋的舞台上一同閃耀著 結果沒想到耀眼的舞台 那現實中卻成了帶孩子 不過醫護還是有努力過的 所以起碼她也曾經讓愛 差一步就可以登上巨蛋的舞台 結果愛死了 醫護給美妮子一個夢 自己卻又跑了 其實美妮子一直都沒有放棄過那個夢想 即便現在幾乎過勞死 也還在勉強繼續努力著 她依然想要親眼見證那個最耀眼的舞台 不管是以經紀人的身份 還是作為露比母親的身份 至於美妮子和醫護之間有沒有感情 其實二人的婚姻更像是形式上的 雙方各取所需 但是在美妮子的心裡 還是有醫護的一席之地 所以起碼會把它當作是某種意義上的依靠 或者是支柱 畢竟醫護是帶領她進入這個圈子的人 即便是在面對困境的時候 也會無意間想起醫護 或許大家會覺得美妮子的轉變有些突兀 為什麼會從一個拜訓喜歡小鮮肉的女人 然後現在又突然和醫護說她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夢想 從實際上來看美妮子實現自己的夢想 看著自己推的孩子或者推的偶像 站上閃耀的舞台才是她最真實的想法 但是因為愛在上升期的時候 懷孕生子 讓美妮子感覺閃耀的舞台這個夢想實現不了 所以就自暴自棄了 況且帶孩子當保母這件事 本來就不是她自己想要的 後來因為愛大紅了以後 才讓美妮子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而且也繼續堅持到了現在 無論是事務所 又或者是阿奎亞兄妹 她都不曾放棄也沒有逃避 作為一個母親 美妮子確實沒話說 尽管美妮子在雙子小的時候 也曾經對她們產生過邪惡的念頭 比如說曝光她們的身份 來換取報仇 但現在對於她來說 是真的把露比和阿奎亞 當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 因此她也不願意破壞露比 一直以來想當偶像的夢想 為了讓露比夢想成真 她決定讓草莓娛樂時隔十多年 再次組建新的偶像團體 並將露比牽為旗下的藝人 之後再加上加恩愛還有舅 便有了今天的新生代碧小丁 不過美妮子之所以一開始不願意做偶像團體 也是因為曾經的愛太過於耀眼了 在愛離世了以後 碧小丁也會溜溜的解散了 這讓美妮子有點心悔意冷了 但隨著新生代碧小丁的重駐 以及這些年奇蹟般的成就 使得她在露比身上看到了曾經的愛 也看到了那個曾經的夢想 所以她堅信著露比能夠到達曾經位置的頂點 一定能夠踏上巨蛋的舞台 但如今露比發展的太快了 讓她這個經紀人已經有些撐不住了 所以才會崩潰的質問一戶 是否忘了曾經約定的夢想 加上以美妮子現在的實力 估計不足以解決外患 就連她本人也承認自己其實更適合跑現場 很多別人替兩句話就能解決的事情 她則需要解尽全力 花更多的精力才行 事務所也是靠她在強撐著 所以草莓娛樂將來的發展 以及旗下藝人要怎麼妥善經營 還是需要前任社長的能力和經驗 畢竟要如何保持藝人日常的平衡 可不是件簡單的事 相信後面釣魚老還會回歸 那麼小夥伴們覺得 美妮子的結局又會是怎樣的呢? 她會被刀的可能性大不大?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要是有遺漏的地方 也歡迎小夥伴們在評論裏補充 喜歡木木的也別忘了點讚喔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動力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